哈喽我是小棒 这是本来上手体验一下新生法体S忍虚左之水 这个忍者的普攻有较远距离的位移 第三段正常释放会有一个回拉的效果 但你可以推动摇杆向前方进行位移攻击 只是后面两段就无法改变方向了 而且需要注意啊 这个忍者的空中普攻阶段是一个大后摇 无法顶住东西 再来说一下虚左之水的双技能 经过测试 它的双技能六种效果全都有扫地 只是一技能的虚左能呼有一定的前摇 在距离较远的情况下 可能会因为前摇导致对方已经站起来了 之前开技能爆料 以为它的双技能是放了一段 另外两个技能都是二段的效果 但实测发现并不是这样的 举个例子 你用一技能第一段 这个时候二技能就会变成第三段 你继续放一技能的二段 二技能就会变成了第二段 而如果你放了一技能第一段 这个时候你用二技能的三段 二技能就会回到二段 一技能也会变成第三段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 除了默认登场的双技能一段 后面两段都是交叉对应的 手里有二技能二段 那一技能肯定就是第三段的效果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一技能第二段有抓取 正常情况下碰到满技霸体是破不掉的 除非稍微拖延个0.5秒 搭配技能应该是可以扫起来 二技能第一段释放过程中 可以再次点击技能 快速释放第二段的效果 当初爆料的时候 我记得说第二段 可以连续点击技能打出最高三段 但正式版本只要释放了 就是三段的效果 而且中间无法顶住东西 但有一定的歪轴 第三段的前半段有无敌 后半段从空中落下的时候 可以通过摇杆控制一定的位置 而且在下落的时候 会有短暂的抓取 别天神这个在练习场中 测试的不太准确 等后续实战再看一下 正常的奥义前半段没有抓取 后半段有抓取 如果后半段空掉的话 地面是没有攻击判定的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 就是强度肯定不会低 普攻和二技能也可以闪来闪去 具体就等后续的实战开发吧 最后再说一下 同时上架的新秘券 火炎阵 这个秘券释放后 会有一些近身的攻击效果 在里面会有霸体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 躲在里面顶掉对方的攻击 然后自己用远程技能去骑手了 因为在火炎阵里面 是不断附加霸体 你用截路伞 有时候是破不掉他的霸体的 后面也可以搭配这个秘券 看一下实战的效果 以上就是续度直水和新秘券 火炎阵的上手体验 今天视频到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